收票处前空荡荡等了好久才有三个客人上门 高雄梦时代喜满科影城3月1号投下震撼 但宣布只营业到4月30号 很可惜很可惜 看电影有很多地方 可是就是说他来就不通常了 PTT上也先起讨论网友惊呼太意外 因为这阵子高雄电影院如骨牌般狂倒闭 2月12号历时30多年的奥斯卡影城垂席灯号 3月1号高雄老字号时全影城也走入历史 再加上喜满科影城只营业到4月30号 等于连三个月每个月都倒了一间电影院 找一个地方就蛮可惜的 因为都集中 好像都集中电影院都集中在某一区 就是一边 因为你要跑比较远 八成有 这么惨啊 对对对 就是应该也是主因 对啊 尤其是我们高雄这一次是 疫情的产生点是在前证区嘛 那前证区离我们是非常的近 疫情重创电影产业 根据国家电影重新统计全国总票房 2019年3月单中还有1.6亿元 2020年新冠疫情首次入侵台湾 统计票房只有4000多万元 接着去年5月和今年年初都有疫情在起 虽然现在人潮有逐渐回流 但还是很难弥补先前的损失大缺口 那很遗憾就是这一次跟商场 没有办法谈成一个商业条件的共识 集团这边未来会规划一个 新形态影城的部分 对不至于说让这个产业 它是做一个 没落或是萧条这样子 疫情搅局加上OTT观影平台崛起 不止高雄全台各地影城关门声 此起彼落 华语新闻林伟凯白云飞高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